Hello,我是米寒,今天我们来聊天吧 那11小商家过后呢,距2020年今年年级结束 还有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了 那你们有什么呢,是今年年初因为疫情而耽误 到现在还没有实施或落实的计划吗 那我先来说说我的吧 嗯,年前呢,本来我决定年后回来把我的内容做一个转型 但是呢,我就迟迟都没有落实下去 然后前一段时间夏天的时候 大家可能知道我在搬家,然后我就停更了 然后在各个平台呢,就会收到很多人的私信 问我为什么还不更新 然后从我重新更新视频的内容呢,也有些混乱 嗯,其实就如这个混乱的内容一样 我的心态呢,也是非常的凌乱的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调整我的心态 但是我觉得就怎么样都调整不好 就每天都很辛苦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有想过 把我这五年来做美食博主的一些经历啊 和一些想法 然后分享给大家 然后拍一个视频 所以我就写了很多的稿子 然后但是每一个稿子我写完之后呢 我看过来都会觉得这个内容就像是在吐苦水 没有什么意义 就每人在当前的这个状态下 都会有自己不同阶段的压力 不同阶段的这个就是苦恼吧 嗯,谁又如表面上过得那么轻松呢 所以我就决定我不说了 但是呢,我还是想说说我为什么要内容转型 也是让大家清楚一下我之后的内容方向吧 在B站呢,我经常会看到我的视频下方有这样一些留言 好看就是不火系列,为什么呢 当然有热心网友针对这样的留言做出回复 因为现在这样的视频内容太多了 没有特色呗 其实我也经常会被这样的问题折磨 折磨我的其实不是不火 而是我长久的正常时间做视频 我的意义是什么呢 嗯,那我的视频除了好看 还有什么价值 我为什么被喜欢被需要 如果是为了学就是做菜的话 那我其实觉得据一些图文菜谱网站一搜索 反而更直观 所以这些问题我自己给不到我自己答案 然后我就很迷茫 如果你们现在看到了我这些问题 很困我的这些问题 欢迎你们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告诉我 那因为我自己无法给出自己答案 所以我就找不到跟自己和解的这种方法嘛 所以我就很困扰 我每次更新视频呢 其实后来已经变成 不是因为觉得有意思或有趣 想跟大家分享 而是一种惯性的工作 就是为了更新而更新 直到后来我觉得我的视频就变得特别的空洞 我呢就是视频里的人形工具 然后我特别讨厌现在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嗯,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对我的评价是 我知道的东西挺多的 而且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各个方向范围都能有得聊 而且兴趣爱好呢其实也挺多的 算是一个有趣的人 可是我就好奇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我从来都没有展现在我的视频中呈现给你们呢 然后我也觉得我好像特别的不擅长 与镜头这样沟通 因为我的咖啡方面呢一直都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去年年底呢我就去系统的学习了一下 还考了一个国际认证的中级咖啡师证书 我在商课期间呢有一些拉花的练习 然后我拍个照片发在了微博上 我一个粉丝看到了 然后他也对咖啡方面比较感兴趣 所以呢他就去当地的也学习了一下 他还给我寄了咖啡道 我当时收到他的咖啡道特别的感动 他的手解信我到现在还留着 我不感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 我作为博主经常给粉丝发鼓励 我终于收到粉丝送我的礼物了 而是我觉得就算我是一个就是不火的博主 就算我的视频没有被那么多人的看到 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些能量去影响 看我视频的这些人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的收出应该更有价值 而不仅仅是被定义为好看的视频 应该是就无论什么时候 再翻过去 哪怕是旧的视频 都会有一些营养的吸取 其实作为一个自媒体工作者呢 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那我调剂压力的方式呢 就是会吃一顿好吃的来调剂自己 而且呢大家虽然看到我的视频只有几分钟 但经常是从早拍到晚 经常都是早饭和午饭都不吃 然后只吃一顿晚餐 晚餐呢就会吃的特别的多 然后这种暴饮暴食呢 其实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所以这几年呢 我在视频里的样子都是肉眼可见胖起来的 有时候我经常觉得工作无成还空落一身肉 我经常会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松弛和堆积的脂肪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特别讨厌自己 这样不健康病态的心理又怎么能做出健康的输出呢 所以呢我决定以身试法 把我这段时间对DGI饮食的学习 还有世界上公认为最健康的地中海饮食法 还有世界各国好吃不胖的这些食物 全都用在自己身上 然后分享给你们我的成果 带你们一起研究吃饱吃好又能吃得瘦的料理 那当然还有我喜欢的咖啡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也录一下我的一些购物分享 还有开箱 或者是我最近用来治愈自己的种的一些花花草草 我觉得植物真的非常的神奇 它真的有治愈的力量 我经常会看到我一些花花草草呢 就是面对它们 我能发呆很久看很久 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呢 是非常平和美好的 当然胖呢 它不是一口吃出来的 所以这个瘦呢 也不可能很急速的就完成 那网上可能会有一些 多少多少天瘦 多少多少筋的这些方法 我觉得其实这些方法呢 都是对身体伤害非常大的 抱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角度呢 我决定对自己实施一个21天的计划 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 和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叫它什么21天呢 其实我还没有想好 那你们呢也可以帮我想想 21天后呢 有可能会有一些成功的小蜕变 当然也有可能 比较失败 没有什么变化 谁知道呢 毕竟我也是一个 自我管理能力不太强的普通人 那欢迎大家踊跃的鞭策 我们一起共勉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想和你们聊天的内容 想和你们说的 那你们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